我們要先問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社會 到底環境權 健康權 還有生命權 也就是所謂的 我們一般理解的安全 Safety 是不是敵優先 如果不是 那我們的就是目的怎麼樣子 那如果是 這時候我們要去思考怎麼樣改變 那換句話說 要用剛剛講的企業 他的自主管理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到底是不是相當 其實在國際上 還有在台灣自己本身的案例 很多研究都告訴我們 這個是不可能的 我們剛剛看一個管線 四天才有辦法公布 然後公布了之後 這個主要管線的負責廠商 他還可以說跟他無關 那他們都有拿到ISO或是歐小時的認證 這個都是世界上國際級的那個管理認證 都還可以這樣搞了 我們怎麼可能可以相信自主管理這個東西 百分之百可以walk 所以國家還有公民的介入是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說 那能源政策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其他的國家他可以做到安全 難道他沒有考慮到他自己本身能源政策的問題 他怎麼樣再思考什麼做 那台灣呢 台灣一定要這樣子做嘛 台灣真的會有所謂的能源危機嘛 那個危機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台灣的國際戰略位置 有沒有把它放進來考慮過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好 那這接下來就是資訊公開那個部分 剛剛有提到說 那公開給民眾 可是公開政府一定會告訴你 我有公開啊 你看我們這些相關的研究報告 你們都可以去下載當作網 問題是他有沒有把它轉換成一般民眾聽得懂的語言 好 那我們因為對這個社會的責任 我們自動的去把它轉換成社會的語言 但是更重要的是 可不可以考慮像法國一樣用立法 我們都看起基本法 基本上應該要有一條嘛 你拿國家的錢做研究 你就有責任把它轉換成一般公眾聽得懂的語言嘛 不是這樣子嘛 要不然的話 那這個人繳了錢 那你搞了一些我看不懂的 那個專業術語的研究報告 然後告訴我說你們有做評估了 可是我看不懂 那我怎麼參與討論呢 所以基本上他還是要回到 整個風險治理裡面非常重要的那個價值 就是說環境 健康跟安全 這三個東西應該是PE優先要被擺上來 然後我們在談要如何來解決我們所面臨的 經濟產業發展的問題 我們所面臨的能源的問題 好 等等 好 我想 大概 我們大家都希望是由國家變成一流的國家 希望這個國家有一個總意志 國家的意志 你能夠經歷這麼多的苦難 跟這麼多的災電事件或是私底安全事件 希望我們能夠轉化 所以這個部分不只是國家的意義 當然是這個企業還有公民 公民的餐飲都要一起來進行 這是整個國家意志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特別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風險治理的概念 其實就是說你如果要有一個國家意志 要把這個國家變成一流的國家 你就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多元的參與 還有透明的風險 那我們臺灣的政府治理 我想不是只有現在馬政府 我們可以講這個都一樣 從過去十多一、二十年來 都我們不是一個一個國家 我們是一個三流的國家 那這三流的國家 看到就是非常脆弱的系統風險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各位閉起眼睛 兩個月後可能又爆發了另外一個事件 我常常跟學生講說 各位可以閉起眼睛 半年後每次都會有一個死安的事件出現 一個脆弱的國家 一個已經到一個脆弱不堪的國家 不斷在上演這個治理的長大現象 那大家都失去信心了 那現在重要的是 能夠透過這樣的經驗跟反省 大家能夠提示這樣的一個 整個社會跟整個國家 那當然是需要有回報的方法 需要有幫忙 那今天非常謝謝各位朋友來參與 也謝謝各位媒體朋友來參與 我想媒體朋友 我再講一次也是一樣 媒體在整個國際上 整個風險傳播跟溝通裡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願意跟各位在一起學習 在一起 我們將我們的努力 但是說我意思是 因為現在目前其實國家 有很多像這個都市的運行 然後其實一直講 一直都是用物發局去介入一個 但其實這件事情其實突顯是 因為沒有在一起學習的 なんだ 我們現在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學習的 之前就要跟這些уля